这绝对是2022年内于最血脉喷张的修罗厂 你以为刘浩然在磕CP 实际上她正吃醋 恨不得赶紧把俩人拉开 如果不是狗仔直播爆料 谁能想到刘浩然居然跟周冬雨谈了两年地下恋 早在2019年周冬雨还信誓旦旦 表示自己是刘浩然永远得不到的女人 结果2021年8月3号 刘浩然就被拍到刷门禁卡 自由出入周冬雨家 接着又是周冬雨开车进南方小区 两人一起搭网球 6000万的恋情刮实锤 粉丝寻着蛛丝马迹 发现两人的感情线 竟可以追溯到2019年 彼时两人偷偷晒出同一角度旅行照 而刘浩然早就在印子上 晒出小黄鸭气球 暗戳戳是爱 两人的手机壳上还有同款小众贴纸 恋情曝光后 双方的态度算是默认 南方粉丝却一片哀嚎 大喊周冬雨不配 毕竟如果不是曾志伟久后向朋友炫耀 自己浅过周冬雨 谁也不会知道他的情史竟如此迷赖 2016年 周冬雨凭借着七月与安生 拿下了大名鼎鼎的金马奖影后 这本来是对他演技的一个肯定 可是没想到在不久后却传出了曾志伟潜规则周冬雨的消息 要知道七月与安生这部电影的导演是曾国祥 他的父亲就是曾志伟 网上就有人爆出过一张曾志伟拉着周冬雨的手的照片 按照年龄来说 曾志伟的年龄都可以当周冬雨他爸了 所以很多人都对此议论纷纷 之后周冬雨的工作室连忙发声明 称网上的谣言不实 并将对造谣者追究法律责任 这件事才告一段落 不过身处于娱乐圈这个大染缸里 周冬雨的情史也是十分的精彩 早在2013年就有媒体拍到 他与周冬雨深夜楼报 在公寓缠绵两晚 周冬雨刚出道时和林更新合作同桌的你 戏里甜蜜 戏外生情 被拍到共度两天一夜 深夜在街边亲密楼报 林更新却很快翻文辟谣 表示和周冬雨只是哥们 毕竟林狗不喜欢豆芽菜 2015年 周冬雨在社交平台上 承认了与男友的恋情 原来和他相恋的不是林更新 而是一个富二代 对方叫甜明星 是周冬雨大学时期的同学 当时小黄鸭和富二代男友 去三亚旅行的时候 被媒体拍到了亲热的基稳镜头 随后他便公开了恋情 但这段感情很快就以分手而告终了 之后周冬雨被传出了 插足阮晶天和徐卫宁之间的感情 当时两人在宣传电影的时候 经常有一些超过了正常朋友间的举动 这让周冬雨当小三的传闻 甚嚣尘尘上拍摄暴走神探时 跟大十岁的阮晶天暧昧不清 毫不顾忌对方有正盘女友徐卫宁 大肆身体接触 还暗示对方身材好很有劲 吓得阮晶天立刻与之保持距离 以孙女相撑 之后周冬雨又转换口味 恋上大叔余文乐 在综艺里谈起了公费恋爱 结果老辣肉只是跟他玩玩而已 节目刚结束 余文乐就和弯弯皮带大亨千金完婚 然而周冬雨的烈焰之心并未被影响 一边勾着刘浩然 一边跟异扬千玺传绯闻 或许是为配合少年的你 那时候有人发现 异扬千玺的朋友圈背景图 是一张疑似周冬雨小时候的照片 还有他19年视频中的小熊玩偶 是周冬雨代言的巴宝丽的七夕产品 甚至有网友爆料 自己看到了小黄鸭和异扬千玺 一起去马来西亚旅游 关于俩人的绯闻闹得沸沸扬扬扬 各种配合电影宣传的营业互动 也被解读成阴系生情 不知CP粉如今看到曾经的物料 会不会觉得自己成了任人拿捏的小丑 总之周冬雨出道多年情史灿烂 而他最受争议的还是人品太差 周冬雨仅用一个眼神 就撕开了跟马思纯 虚假闺蜜琴的遮羞布 彼时两人合作电影 契约与安生 闺蜜琴也从戏内营销到戏外 谁料大范围炒作帮两人在金马奖 开出双黄蛋后 周冬雨却当众让马思纯难堪 我们家没有一个人是做电影的 所以我感到非常的光宗耀祖 此时马思纯只能尴尬地保持微笑 众所周知 他小姨是蒋文利 姨父是导演顾长卫 周冬雨这句话 无异于把马思纯盯在走后门的耻辱柱上 接着轮到马思纯发言时 周冬雨更是不懈地顶塞 将笔事写在脸上 然而这早就不是他第一次被刺马思纯了 当周冬雨因1.09亿天价片酬 被推上风口浪尖 他第一时间拖出好闺蜜挡枪 自爆和马思纯聊天记录 以及那刺眼的备注撞肥宽 而在马思纯因抑郁症备受折磨 疯狂发胖时 周冬雨甚至当着男性工作人员的面 爆料好姐妹的私密信息 经过周冬雨一番骚操作后 天价片酬的热搜 被发胖的马思纯取代 真是好一招偷梁换柱 于是两人关系彻底破裂 也导致在吐槽大会上 伊丽静调侃问马思纯 你把周冬雨当朋友 人家有时间跟你做朋友吗 而周冬雨除了干辈子好姐妹的事 在前辈面前更是口无遮拦 录制极限挑战时 面对前辈王迅的合影请求 周冬雨不仅表现出嫌弃拒绝 甚至在被要求与王迅互换衣服时 更是口无遮拦 我不想换 她的衣服脏 王迅被搏了面子 只能给小丫头递上台阶 表示自己穿不进周冬雨的衣服 没想到她非但不领情 看王迅胜利 兴高采烈拿奖励时 还对其冷嘲热讽 没见过世面的都这样 而她对交出半个影圈的北电名师黄磊 也是将没大没小发挥到极致 当节目组要求她拿瓢 击中黄磊背部 才算取得胜利时 她直接一瓢抽在黄磊脸上 前辈明显表现出不悦 她还嬉皮笑脸 未赢得胜利喝彩 连节目组都对周冬雨的种种恶劣行径 表示不满 直接在标题为她打上 没素质的标签 节目播出后 网友更是把她骂上热搜 高喊让周冬雨道歉 如果这些都可以辩驳为节目效果 那她私下直呼前辈大名 就是真没素质 面对一众大咖都如此嚣张跋扈 周冬雨更不将群演放在眼里 在拍摄《少年的你》时 周冬雨需要剃光头 而她非但没有拒绝 还勒令整个剧组的女性工作人员陪葬 有谁不情愿她就亲自操刀 更甚至在杀青宴上 以签约做诱饵 逼迫未成年人喝酒 周冬雨身为继张子怡周迅后的第三位大满观影后 素质却如此低下 难怪谈恋爱要被男方粉丝集体脱粉劝分 不过靠强大资本上位的实力派影后 周冬雨早已在演艺圈捞得盆满钵满 如果不是罗静一时守华 爆出周冬雨1.2亿的天价片酬 想必她的亿万身家也不会被公之于众 周冬雨的豪宅位于北京老牌富人区广区经贸府 14万亿平的房价高出天际 全款4000万 除此之外 她还斥资9000万 给继父买了一栋比自己家还要气派的豪宅养老 而富婆周冬雨不止局限购买一处房产 在别墅都是500万起步的三亚 也能毫不犹豫直接买下上亿豪宅 豪宅配豪车 周冬雨的出行更是霸气 268万的奔驰斯宾特用来当保姆车跑剧组 出门逛街约会 最爱开120多万的路虎 150万的保时捷 只能放在车库鸡灰 作为三斤以后 出席活动配她的珠宝也得有牌面 彼时她受邀参加上海电影节 出场时 身着某品牌2021春夏高定礼裙 搭配107万的万宝龙项链 和97万同款耳坠 在一众名艳女心中成功杀出重围 另一场活动佩戴的竖形箱钻耳环高达80万 手上佩戴的钻戒也要36万 而周冬雨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十分大方 经纪人过生日 她直接送80万的豪车和60万的名表 就连吃顿泡面配的都是鱼子酱 睡觉的床单价格更是直逼五位数 然而周冬雨能有如此强的经济实力 与她强大的袭击能力息息相关 作为某女郎出身的周冬雨 虽没有名声大噪 却早早地镶上了金边 2016年 周冬雨凭借七月宇安生 荣获金马奖影后 又成事而上 靠着少年的你顺利登顶 成为继周迅和张子怡之后的三金影后 同时还是国内首个票房破百亿的女演员 打响了名气商业价值直线攀升 片酬更是水涨船高 2015年 与李某峰合拍麻雀时 片酬还仅仅是880万 仅仅两年过后 周冬雨的片酬就翻了十倍多 一度高达8000万 除此之外 她还是位出色的投资人 2016年 出资1200万 投资春风实力不如你 直接翻倍 获得了2320万的回报 也因此 连续两年位列福布斯中国念员榜首 拼命三娘杨幂也只能屈居第二 而周冬雨2019年就手握17个代言 2020年还成为维密中国区品牌代言人 各大时尚杂志 她也是拍了个遍 吸睛能力惊人 有钱有男友 还是奉劝周冬雨能够有所收敛 多多钻研演演技才是正道 5 6 8 8 7 8 9